那些這樣的Terms 或者什麼 怎麼會不解釋人力呢 怎麼會大家不去掌握得到呢 我不是現在要和你一起去建一間電廠 那些很基本的原理 例如 那天田松他都說了很清楚 有幾樣東西 例如 你的原理很厲害 但是你的設計都可以有問題 你的設計就算是沒有問題 你的operations 也有問題 這些很基本的人民都懂得去質疑的東西 為什麼大家不可以掌握 這個是真的empowering 不是說每個人都拿到很多科學的學位 很厲害 從此大家都是大學補合化 PhD補合化 不是這件事 而是人們要知道他們生活的世界 別人告訴他們的東西是不重要的 操控他的力量是什麼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好的契機 但是隨著那個大的 日日可以見面次見報的那個所謂運動的過去 竟然是又沒有了 那這個是不甘手的 是的 我都記得 當年我在做記者的 做大廈灣行電廠的時候 那個新聞 我覺得是很有氣氛的 正如文思維講 很多團體是 可能那一刻是 比次內配以後的 大廈灣是 都覺得要想想 其實很近我們 因為嚇到死 所以那時候都有很多團體 自己自行組織 然後就去學習 或者去了解 未必是學習 總之想知道多些 但反而這樣切福島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的 走福島之後 我們暫時不要去日本住 只是這樣 好像大家都覺得文字好像很醒悟 已經知道核電是甚麼一回事 我猜大家知道核電是甚麼一回事 意思是大家都很接受核電 那這個是可能都挺恐怖的事情 那文思維晃他第二篇文 就是講這件事 就是甚麼是科學 他被稱為是迷科學 即是說很容易 你包裝好就是會騙到人 實際上是否這樣呢 這個是需要大家時間去思考 因為那篇文明報 昨天有個人寫了一篇文 他就說知識分子很崇尚 反核 但其實另外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 就是你要強調理性 科學客觀 那另外一批知識分子就說 你為甚麼一定要反呢 為甚麼不可以用呢 大家可以去辯論 我猜我們今天沒有甚麼條件 可以這樣辯論 不過我覺得就文思維 剛才他個人的書寫 和他講出來的經歷 大家都可以再進去討論 我們現在因為都講了十個字 這時間交給大家 不可以喝甚麼酒 回應一下 就是福島沒有忍氣 對呀 我認識一下是甚麼鬼 對呀 對呀 就是 並且是你們那一代 你所說的那一代 就是比較受到十年代影響的那一代 人都沒有出來 都沒有出來說 因為那時大亞灣聯席 真是整代人 很多人都在那裏 這個也是比較奇怪 不知為甚麼 因為我們在那個宣傳單章那裏 就有講到 文思維今天會傾情 講完他的心路的詞 如果你覺得他還未夠傾情 你可以問一下他 一些個人的社會運動參與 或者就核電的知識 或者辯論 他隨時接到招了 立場很堅定的 對呀 對呀 即是有沒有擁合太行 可以跟他辯論一下 都不一樣 不一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你接觸了那麼多 日本的小朋友 在日本的小朋友 他的眼中 其實是甚麼來的 即是他們了不了解一下 你說他們得到的資訊 其實都是 很可怕的 跨國的不同教育 我想不止日本是這樣 我們香港 全世界都是這樣 在福島 尤其是在福島 竟然今時今日 你都難以想像 到今時今日 他們都在用全國的 統一過程 裡面沒有提過福島的核災 他們照樣教核能 是一個很好的乾淨的能源 這是第一 即是能源的chapter 第二 就是當他們去講 任何關於輻射的東西 盡量都不要講 但是如果真的要廣道的時候 他們的理解就是 地震令那些輻射發生 為甚麼震了那些輻射出來 中間一定缺席的就是三個字 核電廠 所以在福島營的過程之中 幾位家長是要求我給小朋友 令他們了解到 在地震和這個所謂的輻射中間 有一件事叫做核電廠 而希望這些小朋友回去 告訴他們的家長 換言之就是 他們都認為他們的家長 是不知道的 這個在福島 即是大家可以想像 那種遮天蓋日的那個 真是洗腦 我只能用洗腦來講 即是你已經發生了 這麼大的災難 即是有這麼大的變化 你整個生活 即是翻天覆地 都想不起電廠 是 那就是一個問題 難道各個國家 即如你剛才都說 難道各個國家 想自己的人民死了嗎 即是以前我都會很puzzle 我現在又覺得 我都開始可以用來解釋 當我越接觸得 這個世界上的 這個精英主義 即是覺得自己真的和其他人不同 自己真的有特別的權利 去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他理解這個世界多於其他人 那些人是真的認真寵的 他們真的不可以 是有這樣的思維 其實真的幾十年來 可能不止幾十年來 甚至幾百年來 幾千年來 在人類的社會都有這些思維 但是作為一個全球性的 這樣去 有一班自認為是統治精英 他是一直promote這樣的思想 他自己在每一個國家 都要種下他自己的統治精英 他裏面說到 這個Betel本身是一個biosaptistician 即是其實是一個數學家來的 他做得很好的科學工作 但是你可以看他的書 他就是跟你說回 他這本書 1980年代出的中期 其實是企諾貝爾發生之前出的 後來發生之後 他就再寫一個罪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幾十年來 這個所謂核的問題 無論是核武或者是所謂核電 是怎樣在這些 一班真是很自覺自己的精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班人 後來就成為一個國際事務 或者是全世界的組織 例如美國的Roccafella 這些大財團的人 是會坐在這裏 但是被邀請過去出席過 當然是閉門的圓卓會議的人 將來有機會是會同行 例如美國的統統 或者其他地方的統統 即是他們對世界有某些的看法 不是你和我可以理解的 即是我們就算多正經主義都好 我們是有某種的平等思想 以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出現了 但是在統治精英中 可能他們不是那麼低 所以有一些說法 即是甚至說 有一個說法就是 日本其實 其實有些在金融界中 很厲害的人 其實已經不再在日本了 你可能在香港四季酒店 見到他們的機會會比較大 另外就是 他可能在一些藍的地方 例如印度已經開始買了一些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或者他們已經有 不知道這隻東西發了上去 哪個太空星 聽起來真的很突然害怕 你怎麼會搞錯 你這樣亂說 你讀這麼多書 但是 但是 又真的有跡象顯示 你飛那麼多東西上去做什麼位 說開飛那麼多東西上去 又有一個神話要播 有N個 其中一個就是奧宋 我們大家是說什麼 我們那些CFC 是換冷氣 換雪櫃 會過著環保一點的 去解決這個所謂 Ozone Depletion 即是這個問題 你看回這些另類科學家 會告訴你 Deplete Ozone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穿梭機 穿梭機其實就是大火箭的意思 每次走上去 就是Deplete很大面積的Ozone 因爲它其實放出了什麼CFC 很多這些這些東西 然後 它其實基本上 下山下池 全過我們的這個 應該叫做什麼 對流層 平流層 在最上最上最上位的Ozone 已經玩完了 但是我們每個人就是 換雪櫃呢 換打氣呢 我們要 contribute 給他這個Ozomi 就是很多這些神話 科學知識 環保知識 環保運動 邀請大家去參加 令到我們的生活就過得下去 這些是冰山隔來的 但是你會見到這些所有的問題是連著的 這麼多穿梭機上去做什麼呢 而且這些大的所謂飛行的飛行器 這些飛行器 它要去很遠的 現在越去越遠的 要停留長的時間 它要飛那麼久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用不言去通人 它跌一隻 這一過下來 我們又不知道有多少十萬人 多少百萬人 廢牙 你找誰算帳啊 通常 不是沒跌過 跌過 來來來跌了錢人 但是這些這麼偉大的航空事業 其實就是 探測這個大自然的Obey 為什麼我們會阻礙科學的進行呢 科學是要這樣做的嘛 是嗎 就是你自己 回家換冷氣換雪櫃 就做了你小朋友的角色 用那些偉大的事情去發生 所以其實這類的科學家 當他意識到那個問題的時候 他擴大那個眼界 將這些事情 全世界裏面的這些所謂國際政治 那些所謂國際政治 這樣 這樣繫起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 我們這些所謂超國民教育 超國民教育洗腦 已經去到哪一個領域 去到根本完全不會覺得那些是洗腦 為什麼O宋不是我們的責任 為什麼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會覺得 接受過這些責任 為什麼不是我們的責任 當然是我們要換雪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